今天要為大家帶來這款新遊戲叫做秘密知識 這款遊戲的作者阿卓有玩過其他的作品 最近玩的作品叫做Jiggy 好像是這樣吧 然後比較偏有點像是 恩...怪談 比較不明意義所以 我不知道就是有點帶一點精神汙染的那種感覺 不過整頂下來還不錯 因為像現在封面的這張圖應該是作者自己畫的 然後...阿許覺得他的畫風就是非常非常符合這種... 這種調調 對如果是以怪...怪...怪蛋來講的話 對...那這款遊戲 阿許...不知道他整...整體是在講什麼樣的故事 不過如果以之前阿許玩的那款遊戲的套路來講的話 或許...或許...大概就可以...恩...大概心裡就一個底子了 對...那...遊戲時間約一至兩個小時 阿許之前玩那款遊戲的時候大概約...30分鐘左右吧 撇除掉有點小小的...對...小小的卡關 其實是一個算蠻簡單的小品 那...我們今天就已經廢話了一分多鐘了 我覺得我們就來開始遊戲吧 飄沫的花瓣 本遊戲的內容發生的世界屬於虛構 此外 在遊戲中包含驚嚇 怪蛋 暴力表現 和鬼抓人等等要素 不擅長此類的玩家請多注意 恩...應該都還可以啦 恩... 恩... 媽媽媽... 我把藥放在這裡了 你要好好的服用喔 不知道是...年齡多少歲的妹子 應該是妹子吧 你問我要去哪裡 恩...我只是稍微出門一下 馬上就回來了 那...我走了 喔... 看來是個孝順的好孩子對不對 恩... 套路來講應該沒有意外 應該是... 封面的那個女孩子啦 對 春 晚到家了 恩... 我回來了 喔喔喔喔 可愛 整個就是非常非常先性 然後... 恩... 好棒的女孩子喔 是妹子怎麼樣都好 13歲 物品 什麼都沒有 裝備 恩...這應該是沒有意義的吧 恩...好 等等 欸... 純納 隨時純納 好這樣... 就大約是這樣 沒有其他的介紹 那我們就開始吧 看一下 恩... 喔 對 跟之前的... Ziggy的... 運行套路不太一樣 有點惶神了一下 呵呵 呵呵 好 恩... 好像沒有什麼 就是... 沒有多廢話 等等 不是太大廢話的遊戲 就是... 一般的遊戲都會... 稍微文字敘述 這是什麼東西 等等 這會放什麼東西嗎 沒有東西啊 黑黑的一片 等等 說了什麼 現在... 不用出去 媽媽媽媽 喔... 媽媽不見了 欸...等等 這怎麼了 恩... 欸... 剛才那個是我的房間嗎 這才是... 恩... 媽媽... 去哪裡了 媽媽媽不是生重病嗎 應該是那種... 握病... 不... 沒有辦法起床的那種重病對不對 如果她現在不見 麥寶非常非常可疑 咪咪已經吃過藥了 沒有什麼線索的感覺 什麼什麼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移動了嗎 還是這個 不對 你把媽媽吃掉了嗎 為什麼嘴巴是流血的狀態啊 是錯覺吧 我是妹子 好棒 不過鏡子的藥術通常就是要來嚇人的 我討厭照鏡子 一本名為各種的製藥方法的書 我就是看這個來製藥的呢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外出去尋找媽媽嗎 換過來了 嗯...沒有... 出門了 對 可以出去找了 這個作者應該就是不會有太多廢話 就是調查過的東西應該就嗯...就是那樣了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比較簡化一點 不用修... 調查太多 應該也不會漏掉這樣子 啊... 你的母親 有村莊嗎 等等 我又不會是被人家指指點點的孩子吧 這女孩子就是如果以來講的話 就是又是白...白化症的孩子 你們快看那個孩子 但是... 我若何時看 都是不祥的外表呢 都是那個孩子的錯 嗯... 欸...真的是非常非常無知啊 只是已經是...我們這個年...年代的 大家就會知道這是普遍的一個現象 對... 只是以前來講的話 知識...常識都不足的狀況下 真是怪力亂神之說 唉... 好可怕的年代 到底...去了哪裡呢 居然... 甚至離家出走了 這怎麼行 媽... 今天... 還是先休息吧 其實...欸... 完全不擔心媽媽耶 媽媽...只是擔心媽媽隨便亂走 然後也相信她是個大人 然後... 然後就這樣放心的睡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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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喜歡照鏡子的模樣欸 有什麼特別的嗎 都是鏡子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 欸 這個是 嗯 嗯 好像不是露的樣子 蠟燭 藍光 嗯 欸 是這個欸 喔 Knife 有刀的小刀 是想要砍誰嗎 砍 砍 喔喔喔喔 欸 欸 欸 不行啊 我得到的刀不是裝備用了 很好 這是 故事型的RPG 所以不是戰鬥型的 就不需要裝備了 很好很好 喔 等等 為什麼可以用刀喔 鏡子什麼的 應該不會把自己幹掉了吧 為什麼我被吃掉了 蛤 蛤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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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 over 為什麼我被吃掉了 等等 我沒有一個依據 我剛才有在想說 應該是要刺某一個鏡子 可是 也沒有跟我講說 哪裡是怪怪的啊 蛤 痾 痾 痾 第四個嗎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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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阿曲 又猜錯了 什麼東西啊 好像西班牙的 痾 痾 痾 奔牛姊的感覺喔 那什麼 牛啊 應該會有提示吧 沒有... 沒有嗎 欸 你為什麼移回去了 剛才也是說這個移過來 移過來 他會變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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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對..對勁 喔喔喔喔 等等 對話不一樣了欸 呵..喔..喔..哈 喔喔..你..欸..青蛙..欸.. 喔.. 等等 以吉祥物來講也一點都不可愛的傢伙啊 等等我覺得好像某一些怪物喔 欸..之前..之前..喔.. 有太郎鑽..鑽鏡嗎 之前遇到奇怪的追我的怪物 是不是長類似這種樣子啊 夢.. 喔喔..鏡子 回來了嘛 回來就是純個檔 然後再開始 蛤.. 哇..意外的美感 呃.. 呃.. 可是.. 本來就血紅紅的啊 就..喔..多了流血要素是不是 臉色發情 欸..媽媽回來了嗎 喔欸..媽媽..媽媽..媽媽.. 欸..都是血跡欸 看來應該是真的被拖走吧 嗯.. 她都沒有發現..就是..那個嗎 昨天的..那個是什麼呢 喔..媽媽.. 媽媽明顯掛掉喔 等等..是要召喚我去哪裡嗎 嗯..你的母親 我不清楚啊 應該是一個人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吧 她的狀況.. 她的狀況.. 不是能一個人.. 自己一個人到哪裡去的 那..就是神隱了吧 媽.. 我也不知道 把像你這樣的小孩 嗯.. 喂喂.. 等我說完啊 你出生之後 這個..村子年年欠收 且災禍瓶傳 甚至還出現了神隱事件 這是作祟 如果這些事再繼續發生 我要讓你去當活祭品 等等.. 又不是這個孩子的錯 真的是..啊.. 嗯.. 人家不想聽你講話 就知道..就是你要講這些廢話 那誰好好聽你講那麼廢話 你想知道你母親在哪裡嗎 欸.. 要是不放心的話跟我來吧 喔..是人是鬼啊 可是是淡淡的影子欸 我覺得應該是.. 幽靈嘛 嗯.. 印象中.. 這個地方.. 好像沒有洋館吧 感覺.. 就不會是這個.. 這個地方的建築啊 不是偏僻的村子嗎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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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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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 是.. 亮眼睛.. REH.. 岩 Khid.. 所以我們要去幫他找眼睛囉 把閩 filled.. 顏千.. ów.. 折月眼睛.. 我討厭那個孩子 Nou.. 玉 también 日記 9月21日 经过大概十个月的怀孕时期 今天孩子终于诞生 出生了 他的多么的可爱啊 那个人也感到很开心 要好好的把他抚养长大 10月6日 今天被说的那种话 让我非常的震惊 不过 读过房子里的那本 有关眼睛颜色的书之后 这样的情况似乎也是有的 我把这种事告诉了丈夫 不会只是蓝眼睛就被当成了 不祥吧 10月2日 他说已经无法再被我骗下去了 要求和我离婚 为什么呢 我明明就没有背叛他 也没有隐瞒任何的事情 全部都是那孩子的错 全部都是 所以 这个是你的日记咯 妈妈 又是一个恨错对象的母亲 如果 身为大人的家长 就是父母都没有办法去做把关自己的情绪这件事 然后再把所有的错推给小朋友 这是非常非常不理智的 因为小朋友的心理状况 绝对不可能比大人还成熟 大人还做这样的错 应该是说错的判断的话 那小朋友成长 可能更加会扭曲 那之后再来怪小朋友长得不好 大概都是这样的状态 有一本名为关于新生儿眼睛的书 据说新生儿的眼睛会产生变化 有这样的案例 说是刚出生时 有着蓝色或灰色的眼睛的婴儿 出生过后一个一年 就会转变成褐色 黑色 或其他的颜色 据说 出生后过了一年的眼睛颜色 就是最后颜色 确定的颜色 嗯 是这样吗 这个阿曲就没有研究了 有可能哦 嗯 锅子里盛着红色的配料 有一双长筷子 随便的擦在里面 红色的颜料吗 怎么觉得像是肉酱 哦 破掉了 真危险啊 这里的苦比想象中的还要易碎呢 这是 眼珠 那个人说只要眼珠 好恶心 不想去碰 嗯 所以你不去碰的话 那怎么办啊 带他过来拿吗 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会轻易的 动吧 那我们去右边看看好了 嗯 这边呢 这边又是 哦 蓝眼珠 二月一日 隔了半年回到故乡后 我遇见了曾经感情相当要好的他 看他不太有精神 我就安慰了他 并且决定之后见面时都要一起玩 二月五日 他好像一直都没有什么精神 能恢复元气真的是太好了 之前每次和看起来相当寂寞的他见面 都令我很难过 但好转真让我开心 七月六日 他的肚子大了起来 虽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这样一来就再无法和他见面了 很可惜没有办法再和以前一样的和他游玩了 九月二十一日 孩子平安的被生下来了 真是太好了 我觉得孩子很像父亲 很像父亲 是像你吗 还是 妻子 所有的小孩 我吓了一跳 毕竟是在长期的夫妻生活中 近乎放弃的事 而且最近进行防治的次数也减少了 总之很令人高兴 九月二十一日 我的孩子总算诞生了 虽然朋友说孩子和我很像 但我却觉得比较像妻子 特别是眼睛 十月七号 我实在很在意那个孩子的眼睛颜色 在我最近读过的书里 确实写过了 但既然妻子都这么说了 我便决定再等一年看看 十月二日 那孩子已经满意睡了 眼睛却没有变 我说了要离婚 我早就觉得奇怪了 因为妻妻房事次数减少了很多啊 一定是她和常常见面的那个男人 有私交 那孩子的眼睛 就是诊剧 这就是淫昧的优势 愚知的判断 日焰DNA好不好 眼睛遗传的书 在近期被证实的优生法则 实在很令人兴趣昂然 这个现象不止适用于碗豆 对人类也适用 打个比方来说是 眼睛颜色的遗传 眼睛的颜色 孩子的眼睛颜色 基本上是根据优生法则 而被决定的 黑色的眼睛为显性 绿色绿或蓝等鲜艳的颜色 眼睛颜色则是隐性 因此 当有着鲜艳颜色的眼睛的人 和有着黑色眼睛的人结合后 诞生的孩子眼睛会是黑色的 换言之 当有颜色鲜艳的 鲜艳颜色的孩子 眼睛的孩子诞生的 状态下 也就是双亲都有着 鲜艳颜色的人 这便是根据优生法则 对眼睛颜色的基本概念 嗯 只是一看 就下一页的页面缺损了 应该还有后续的吧 算了 想知道的事已经知道了 就这样吧 不可原谅 那个女人 竟然隐瞒了这种事 妈 这个又是 谁呢 10月5日 嗯 这又是谁 跟她似乎许久不见了 她看起来好像有点没精神 似乎是苦于和丈夫之间生不出孩子 而心情低落 2月6日 她说她怀孕了 我真的很高兴 太好了 希望她能像这样保持有朝气的样子 10月6日 虽然有些迟了 我还是去向她祝贺平安顺产了 真是太好啊 都 都不 不让我去拿吗 哦 又是 哦 是 是要杀了谁吗 还是要刺眼睛啊 而 与 都呢 嗯 嗯 干掉你吗 不是 所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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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小刀因 喔喔 嘿 丟小刀破壞 喔 鑰匙 我不記得 有看到什麼東西是需要鑰匙開的啊 應該跟眼珠現在是沒有關係的狀態對不對 鑰匙 鑰匙 鑰匙要用在什麼地方啊 喔 都是鮮豔眼 鮮豔的眼睛 這 女生也是藍色 所以 如果 真的沒有偷情的話 可是有可能會有例外 就是那本眼睛 失下來的那一部分對不對 碧綠色 黑色 黑色 看一下 喔 鑰匙 沒有看到是可以開鎖的地方 還是 你可以借我過嗎 打不開 這雙筷子 這雙筷子 能不能拿來用呢 所以我不想去碰對不對 去夾眼睛 去夾眼睛 應該是這個顏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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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謝謝你 你 一定也很為自己的眼睛顏色苦惱吧 我的媽媽說過 討厭我的眼睛的顏色 因為 那是害她和父親分開的原因 於是 媽媽就這樣開始討厭起我的存在 她一定 沒有辦法允許我成為大人 並且得到幸福吧 所以 才會挖出我的眼睛 殺掉我 但是 我不討厭這雙眼睛的顏色 反而 很喜歡 你也不要討厭自己的眼睛喔 嗯 我覺得 你的眼睛很漂亮喔 謝謝你 讓開了耶 那 很理所當然的 隨便拿一個眼睛的顏色 要來回收一下 即死結局喔 呵呵呵 她應該會暴怒吧 好啦 塞不進去 我的眼珠不是這個 你是 打算蒙騙我嗎 不可了 是 媽媽 好啦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的實況 就先到這裡囉 一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可以訂閱我 或者是點個喜歡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See you 拜拜 拜拜